轻松客气愈小生活,这里是姚子谈科技 在一场生活中,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关于机器人的甜面 比如说机器人刀削面,机器人餐厅等等 接下来小编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仿生人,名字叫雨珊 这是一个美女机器人,来自于南昌虚拟县市产业基地 这个机器人小姐姐长得十分的漂亮,有着非常精致的五官 从外表看上去和真人无异,仿真度极高 由于她长相甜蜜,因此还被称为科技小公主 也正因为这个机器人小姐姐的颜值比较高 所以在网络中火了起来 最重要的是,不管是什么样的服装 穿在这个机器人的身上都显得十分的漂亮 还增添了她的气质,更凸显了衣服的高贵 如果不仔细观察,真的看不出来这只是一个机器人 除此之外,她可以变换各种的发型 拥有普通人无法拥有的才能 还可以展现各种性格,不管是可爱型、娴熟型 还是女汉子型以及女神型,都被她驾驭得淋漓尽致 其实有很多网友表示,真的看不出来是一个假人 科技实在是太发达了 也相信这并不是我们最终的脚步 更不是我们科技最后的产品 不知道各位看官对这位机器人小姐姐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本期就到这里,期待你的留言和评论哦